好,我們來看第12題 解一元一次不等式 12 減掉括號2x-5 大於等於7x-3 這個不等式的解法跟等式 類似 但是有一些地方需要注意 當你兩邊同層 或者是除 一個負數的時候 當你兩邊同層或同除一個負數的時候 這時候呢 必須要變號 變號是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呢 如果原來題目給你是大於的 要變成 小於 小於的呢 要變成大於 那大於等於呢 要變成 小於等於 小於等於 要變成大於等於 好 當你兩邊同層或除一個負數的時候呢 要變號 那其他的地方 跟等式 大致上 都是 一樣的 好 首先我們要解這個式子呢 先把左邊的小括號把它去掉 12 減掉2x 加5 大於等於 7x 減3 然後呢 左邊 再整理一下 17減2x 大於等於 7x 減3 好 接下來還是一樣 把7x呢 移到左邊 移到左邊 需不需要變號呢 不用 移到左邊是 兩邊同時減掉7x 好 那再把17移到右邊 移到右邊要不要變號呢 也不用 因為是17 移到右邊它是兩邊同時 減掉17 所以呢 整個式子變成 負2x 減掉7x 還是大於等於 負3 減17 好 所以變成 負9x呢 大於等於 負20 把負9 移到右邊 這要 乘以負9 移過去呢 就變成 除以負9 負20 負20 除以 負9 等於 9分之20 請注意 這裡就除到一個負數了 除以負數 除了一個負號 負數 這時候呢 你必須要 變號 本來大於等於的 要變成 小於等於 所以最後 得到的式子是 x 小於等於 9分之20 答案選 珠